从氧气存在的意义 到它可能产生的原因 我是小金 今天我们来一起研究一下 NASA发现的火星氧气 是否是外星生命造成的 那么这次火星探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的意思是 我们正试图在以后的十年内 用载人飞船 到达这颗星球 现在它可能提供什么 我们还没有发现的东西吗 这个嘛 应该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我的意思是 我们已经在火星上 发现了水和冰 然后我们发现 它在过去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生命 在它的大气层 没有被破坏之前 它可能有更好的生态环境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但令NASA和其他机构的人 感到震惊的是 这个星球上有氧气 我们不确定 氧气是如何产生的 或者它是如何以如此数量存在的 很明显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 火星上总是有氧气吗 答案是肯定的 问题在于 它所拥有的氧气含量 事实上 前往火星的 好奇号探测器 花费了火星年三年的时间 大约六个地球年 研究火星的大气层 从地面上吸入周围的空气中的气体 它测出的结果 证实了火星表面 大气层的组成 92%的二氧化碳体积 2.6%的分子氮 1.9%的亚气 0.16%的分子氧 和0.06%的一氧化碳 当然 这与地球本身有很大的不同 在地球上 二氧化碳的含量更低 氧气的含量更高 而且还有其他气体的平衡 所以 正如你所看到的 氧气一直在火星上 但这不是NASA科学家 所烦恼的问题 问题在于它的行为 等等 气体有它的行为吗 当你听到这个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到迷惑 是啊 它有行为 只是不是人类的行为 地球上的气体 以及其他星球的大气中的气体 都有其上升和下降的行为 通常这是基于大气层 和地球上的季节变化而产生的 而火星也不例外 这就是为什么 好奇号探测器的扫描结果 如此引人注目 如此令人困惑的原因 它揭示了火星空气中的分子 是如何与全年的气压 变化混合和循环的 这些变化是由于二氧化碳气体 在冬季 在两极结冰引起的 从而在重新分配空气 以维持压力平衡后 降低了火星上的气压 当二氧化碳在春季和夏季蒸发后 并在火星上混合时 它会提高气压 在这种环境下 科学家发现 氮气和亚气 遵循一个可预测的季节性模式 相比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多少 盖尔陨石空中的氮气和亚气的浓度 全年都在变化 他们希望氧气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但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 空气中的气体焊量 在整个春季和夏季上升了多达30% 然后在秋季又下降到已知的化学水平 这种模式每年春天都会重复 尽管大气中增加的氧气量各不相同 这意味着 有某种东西在产生氧气 然后又把氧气带走 不用说 当科学家第一次意识到这种模式时 他们有点困惑 领导这项研究的NASA太空飞行中心的行星科学家 梅利沙特雷纳表示 我们正在努力解释这一现象 事实上 氧气行为并不是每个季节都可以完美重复 这让我们认为 这不是一个与大气动力学有关的问题 它必须是一些我们还无法解释的化学源 信不信有你火星上并不只有氧气 会让科学家对它的生姜的随机性感到困惑的气体 另一种是甲烷 在裂峰火山口的甲烷 有时会在夏天上升60%的水平 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则下降到扫描器几乎无法读取的水平 由于火星上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的气体 它们的含量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谜 因此一些科学家想知道 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吗 这是很有可能的 如果它不能被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科学解释 那就意味着 在这个方程中有一个因素 我们还不知道 很多人都想知道氧气和甲烷的关联 是否与生命有关 现在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我说的不是火星人也不是地下动物 更有可能的是 空气和大气层中的细菌 微生物和其他微生物 导致了氧气和甲烷的大量增加 无论是否如此 假设火星上有生命存在 毕竟这就是你们看这个视频的原因 在我们深入研究之前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 让我们假设火星上有生命 以我们之前提到的细菌 或微生物的可能性来说 这对整个火星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嗯 从表面上看 这意味着火星能给我们提供的东西 比以前多得多 但从生命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真的发现了这样的东西 这可能意味着火星上的生命 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多 毕竟尽管有这么多的图片之类的资料 但我们其实只研究了这个星球的某个区域 我们还没有了解它 甚至还没有接近过它 最近对盖尔陨石坑的关注 是因为最近火星上的一切令人兴奋的东西 都是在那里发现的 不管怎样 如果生命存在于陨石坑中 在土壤和地下的某个地方 这可能意味着火星周围还有其他类似的地方 很显然 它们并没有遍布火星 否则它早就被探测到了 但事实上 它是季节性的 而且至少在一个地方发生 这证明了它是由某种东西引起的 无论是化学的还是有机物造成的 但是 如果它是有机的 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它的样本 并弄清楚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这可能真的会改变我们在火星上的一切 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某种生命 而是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来做什么 怎么说呢 回忆一下火星大气层的气体成分 它并不完全适合人类呼吸 但是 如果我们能得到这个 让我们假设它是细菌 并找出它如何 以及为什么能够在大气中 以一定的速率产生这样的氧气 我们也许可以让它在命令下做这些事 给我们提供可呼吸的空气 当然 它不可能只让大气中充满氧气 但如果我们要住在人类的殖民地 我们很可能会住在一个圆顶或类似的地方 循环使用的氧气将是长期维持的方式 但氧气最初从何而来呢 是的 我们有装氧气的罐子 可以为太空幅之类的东西提供氧气 但是 对于一个殖民地来说 那是另一回事 这些细菌可以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氧气水平 来填充一个殖民地 使我们能长期的生存下去 同时也是氧气回收器 出现问题时的备用计划 现在 从长远来看 如果我们能用细菌或者其他生物 来做这件事的话 我们可以在火星上做一些理论上 只存在了很久的事情 陆地化 是的 我们要改变火星的核心地表和环境 陆地化是一种将土地从一种性质改变成另一种性质的行为 因此 以火星为例 把它从一个贫瘠的红色荒地 变成一个我们可以生活 呼吸和生长的地方 而不需要穿上宇航服 当然 最大的问题是火星的大气层和磁场 这也是为什么火星上的气体与地球上的气体如此不同的原因 至于磁场 火星上本来的磁场和大气层一起被破坏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太阳辐射和其他危险的东西轰炸着火星 这就是为什么火星上的温度会根据季节或火星与太阳的位置不同而忽冷忽热 它的平衡性远不如地球 而且因为没有磁场 宇宙辐射也会轰炸火星 由于没有强大的大气层 火星几百年 几千年来 一直被流行所袭击 但是 如果我们能够修复大气层 并找出一种方法 来颠覆磁场的特性 我们就可以利用细菌或其他有机体来充实大气层 提高火星的氧气水平 使我们能够更自由地生活在火星上 因此 使火星更适合居住 我相信 有些人会因为这对整个宇宙意味着什么而感到兴奋 因为即使是小规模的发现 也意味着在另一个不叫地球的星球上有生命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 我们有希望在所有其他星球上找到越来越多的生命 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根本没有生命的星球 我们可以看到星球的表面 却什么都看不到 但想起火星 就会想到 也许它们就在地表之下 但是就现在的情况看 很有可能火星上产生的氧气和加烷 根本就和生命没有关系 就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 可能是某些季节的泥土 或者是被困在地下的气体喷发 只有在特定的节气才会暴露出来 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答案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会兴奋 谢谢大家的关注 对于这些在科学界引起轰动的火星上的气体 你怎么看 你觉得火星上有可能存在某种生命吗 如果有 你觉得如果我们能发现它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 我是小金 我们下期再见